主料,土豆一个,辅量,油,盐,十字醋,五香粉,干辣椒,大葱,香菜叶,生抽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土豆去皮擦丝,用水洗去土豆淀粉,干辣椒和葱切断,炒锅烧热放适量油,倒入干辣椒,葱炖炒出香味,倒入土豆丝大火翻炒,翻炒一分钟后,加盐, 五香粉,生抽,十字醋,快速翻炒几下即可出锅,装盘摆上几片香菜,夜装饰一下,是不是觉得好看了呢?烹饪技巧,炒土豆丝一定要大火快炒,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脆脆的特别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